中国最美天路变成废车场 2140公里川藏线停满了废弃各种废弃豪车 记者实地进行探访曝光惊人一幕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提起西藏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憧憬 然而以前进藏难如登天 如今随着我国国力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进藏的公路铁路越来越多 而且近些年来 自驾游进藏已经成了越来越多人游玩西藏的流行趋势 然而人们在川藏线上不只能欣赏到美景 还会时不时看到很多被丢弃的车辆在路边 而这些被遗弃在路边的车 有些看着已经秀气斑斑 有些看着早已被拆得不成车型 近日记者在川藏线现场现场看到 这些停留在路边的车辆基本都处于报废的状态 当然也有看着很新的车 甚至还有豪车 那么为何川藏线上会有这么多废弃的车呢 为何这些车没人愿意拖走呢 难道是没人要还是另有引擎呢 川藏线顾名思义就是四川通往西藏的公路 其主要分为两条线路 一条是318国到川藏南线 起点是从四川成都开始 沿途会经过雅安 康定 礼塘 巴塘 通外天险等城市 最终达到西藏拉萨 全长约2146公里 海拔落差比较大 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 同时川藏南线还跨越了金沙江 蓝沧江 木江 雅鲁藏布江和唐古拉山脉等地 沿途自然风光秀美 可以说川藏南线是自驾由近藏的首选 但也是非常显的近藏路线 而另一条就是317国到川藏北线 同样从成都出发 途径都江燕 巴丹 德格 巴清 昌都等城市 最终到达拉萨 全长2413公里 海拔在4500米以上 景色风光更偏向于人文特色 当然除了知晓川藏县的线路组成外 很多人肯定还听过川藏县被形象地比喻成 魔鬼公路 死亡公路等 单单听这个名字就可以联想到修这条公路的时候是多么的艰辛 从1950年4月一直到1954年12月 历时4年08个月 这条艰险的川藏公路才修建完成 然而当年为了修通这条川藏公路 维护藏区稳定 11万军民日以继日地在这条川藏线上顽强地坚守着 而在修路过程中因技术落后炸山开路牺牲的 气候恶劣牺牲的 物资匮乏牺牲的 却不完全统计 将近有5000多的军民永远留在了这条川藏公路上 有人说川藏公路每若能连通天界的天路 但它也是用无数仙辈的鲜血铺成的魔鬼公路 如今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 川藏公路的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得到了完善 它也发展成了越来越多人近藏的网红路和旅游大卡的 那么假设你自驾游从川藏线去西藏游玩 对车辆有没有要求呢 提起川藏公路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它的路况非常复杂 道路坑洼不平 若是危险频发 但其实这形容的是十几年前川藏公路的状况了 现如今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川藏公路的路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基本跟我们常见的国道差不多 而且路面90%以上都铺上了百欧 很多地方还搭了高架桥和修通了隧道 其安全系数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所以从大范围分析来看 川藏线对车辆没有强硬的要求 不是只有越野车才适应川藏线 据很多有经验者描述 川藏线上小轿车 三轮车 摩托车甚至是自行车比比皆是 但是为了保险和谨慎起见来看 选择在川藏线上行驶的车辆 可以参考一下几点要求 首先 最好选择动力强劲 底盘高的车型 当然如今川藏线对车子的动力和排放 已经没有特别大的要求了 一般排量在1.6升以上的车 在川藏线上都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在川藏线行驶时 可能会遇到塌方 泥泥 涉水 急弯 破斗等等情况 如果车子马力大 底盘高 遇到这些情况就更容易脱险和前进 而且如果车子能安装有良好的减震系统 还会大大减少对车子的损坏和磨损 其次 最好选择不挑油的车型 因为川藏线沿途以92号油最多 95号比较少 比如 你开的是SUV的话 最好选用保油量大的车出行 如 丰田系列 三菱系列 长城系列 背汽系列等 而且最重要的是 假设在途中车子遇到什么问题 也方便找零件和维修 另外 在川藏线上轮胎的选择也很关键 有经验者建议 在川藏线最好选用全地形通用轮胎 因为替轮胎的车胎花温粗犷 摩擦力大 抓地更牢 耐用性比公路轮胎强很多 非常适合越野和山路行驶 当然 为了以防万一必须还要在车上背上备用轮胎 总之 如今随着川藏线的不断完善 对车子其实没有多少要求 当然条件允许可以选择动力 底盘 性能等更好的车肯定就更紧上天花了 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开车人的技术 所谓的没有到不了西藏的车 只有到不了西藏的人 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在川藏线上 废弃在路边的车辆大约有300多辆 有些甚至还是豪车 价值不菲 那既然如今川藏线对车子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 路况也在逐渐改善 那么为什么在川藏线上还会有那么多废弃的汽车呢 遇到极端气候 自然灾害 车子损坏无法行驶 虽然现在川藏线路面90%以上都改善成了百油路 但是仍然存在险峻的路段 而且如果途中遇到大雨 大雪等恶劣的天气和泥石流 踏坊 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而此时车子损坏严重又无法及时联系维修时 大多数人就会选择把车子丢弃在路边 发生交通事故或车子出问题 没办法继续行驶 川藏线来回总长将近5000公里 拿个参照物对比 地球的半径有6371公里 而要在川藏线上行驶这么长的路程 对路况和驾车技术都是非常考验的 很多人因为路况不熟悉 疲劳驾驶 急弯颇大的地方不注意等原因 在川藏线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或是车辆在途中出了故障 没办法继续行驶 就只能暂时把车搁置在路边 车主和车辆在高海拔地区不适应 发生了高原反应 只能选择汽车 在川藏线上行驶 海拔高且落差大 很多不适应高原的人 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高原反应 而且除了人 车子在高原地区也会高反 也就是车子出现严重动力不足 水箱沸腾 无法前进的情况 那面对这些情况时 车主只有暂时把爱车 丢在路边先保命了 当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车主把车遗弃在路边 肯定是想日后想办法 回来拖车的 但很多车主最后综合考虑后 选择放弃回来找车 于是车子就一直废弃在了公路 而这主要是因为车主考虑到 一方面拖车困难 维修难度大 另一方面来回成本派高 保险还不一定能报多少 再加上川藏线路途遥远 气候条件恶劣 危险系数又比较高 如果专门找人拖车 那是豪车还划算 但是普通的车 估计拖车的费用加上维修的费用 就够重新买了新车了 所以这就是川藏线上为何有那么多 被车主废弃的车停在路边的原因了 那既然川藏线上有那么多 被车主废弃的车停在路边 那么为何没有人对他们下手 毕竟白捡一辆车和乐而不为的事情 然而对于捡川藏线上废弃的车这个事情 当地人这么回答道 你敢捡一辆试试 你就知道了 原来早几年的时候 当地就发生了很多次因捡废弃在路边的车 而最后人才二空的事 其一是居住在川藏线附近的居民 看汽车常年累月的废弃在路边 以为车主不要了 于是费了人力 物力和财力把车拖回家 然后又花钱修好了坏掉的车子 然而车子修好后 原先的车主却根据车上的DPS定位 找上门来索要车子 不仅把修好的车子误归原主 严重的还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处罚 所以久而久之 在川藏线上废弃的汽车便没有人敢随便拖走和捡回去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捡这些废弃的车 拖回去和维修难度都非常困难 得不偿失 不过不敢捡整个车子 但是不妨碍很多人通过拆车来捡零不捡 所以但凡常年废弃在路边上的车 基本都被拆得剩个空壳了 车门 轮胎 座椅 空调泵 中控瓶等能拆的都被带走了 于是时间久了 这些废弃在路边的车就渐渐成了川藏线上的垃圾 不仅影响交通 还污染环境 总之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了川藏线上 飞弃了那么多汽车 目前确实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只能提醒广大自驾川藏线的朋友 在出发之前景格能准备充分 细致谨慎些 毕竟让爱车废弃在川藏线上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